双脚犀鸟 在原始森林里有一个小岛 岛上开满了五彩缤纷的野花 有羽毛艳丽的翠金娟 有花枝招展的蓝孔雀 还有成群的天鹅 而在这个鸟的世界里 生活着一对名贵的双脚犀鸟 这对双脚犀鸟就生活在 岛上一棵古树的树洞里 不久,此鸟生下了三枚蛋 它开始专心在树洞里孵蛋 而熊鸟则负责外出寻找食物 老婆,你真是太辛苦了 我们的宝宝快生出来了 再过几天,它们应该就会破壳而出了 老公,这几天你真是太辛苦了 天天都要为我寻找食物 没什么辛苦的 老婆,我又要出去找食物了 今天我一定会多找一些吃的 让你吃得饱饱的 这样才有力气照顾我们的宝宝 老公,你寻找食物的时候 可要小心一点啊 我听卓母鸟说我们这里出现了一条大蟒蛇 你放心好了,我可不怕什么大蟒蛇 如果真的遇到它,我就用大嘴巴将它咬成两半 好了,不必担心我了,我要走了 就在熊鸟飞走后不久 一条大蟒蛇出现了 顿时,很多鸟儿立刻惊叫着飞了起来 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情了 不好了,大蟒蛇来了,赶快逃命吧 啊,大蟒蛇 这下要怎么办啊,我的宝宝就快要出生了 我可不能丢下它们,不管啊 都什么时候,你还惦记着你的宝宝 赶快逃命吧 否则它会连你都吃掉的 不行,我不能走 我要保护我的宝贝 有食物 你快给我离开这里 否则便怪我不客气 我怎么能离开盗嘴的美食呢 你,快给我离开 此鸟用大嘴不顾一切地朝蟒蛇灼去 但反而被蟒蛇一口咬住 吞进了肚子里 吃得真宝 老婆,老婆,老婆,你在哪里啊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 你的妻子被大蟒蛇给吃掉了 老婆 你这是要干什么 我要去找那条蛇报仇 啊,它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哎,它哪里是那条大蟒蛇的对手啊 熊鸟很快便找到了 正在河边草地上盘着身子睡觉的大蟒蛇 它立刻俯冲下去 朝着大蟒蛇发起攻击 好痛啊 可恶,算了 别跑 你跑不了的 看我的厉害 好痛啊,好痛啊 你吃了我的老婆 我今天就要替她报仇 不要跑啊 糟糕,可恶的王子 快放开我 快放开我 这只熊鸟在鸟王里不停地挣扎着 但这鸟王坚韧无比 它怎么也挣不开 整整一天过去 它又累又困 这时候,有一对兄妹 发现了这只被困住的双脚犀鸟 哥哥,你看 好漂亮的鸟啊 我们把它救下来 带回家呀,好吗 嗯,这足够不错 我这就去 把它救下来 这对兄妹 将这只漂亮的双脚犀鸟 带回家 并专门为她买了一个既精致又老固的鸟笼 鸟儿,你看 给你端来了小哥哥的糯米饭 你吃一点吧 哥哥,你看 哥哥,你看她怎么什么都不吃啊 看来我们的饭不合她的胃口啊 我去拿一些其他的东西给她吃吧 漂亮的鸟儿 你吃吃看 味道很棒的 一连三天 这只双脚犀鸟 不吃也不喝 变得十分虚弱 兄妹俩 见她这个样子 也非常着急 美丽的鸟儿 你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求求你 喝口水 好吗 哎呀 嘿嘿 嘿嘿嘿 嘿,我的小宝贝 发生什么事了 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啊 爷爷 这只大鸟不吃也不喝 它快要饿死了 孩子 你们抓到的是一只双脚犀鸟 它可是一种有情有义的鸟儿 啊 有情有义的鸟儿 爷爷 为什么你这样说呢 双脚犀鸟啊 是一种很名贵的鸟 人们还将它们叫做中情鸟 因为子鸟和熊鸟会形影不离 生活在一起的 一对鸟儿只要有一只遇难 另一只就会日夜提叫 绝食而死 你们抓到的是一只熊鸟 我想它是因为思念自己的家人 太伤心才不肯吃东西 爷爷 这么好的鸟 我们就放了它吧 是啊 爷爷 让它快点回家吧 那我们一起来放掉它吧 它是真情鸟类 我们应该保护它 哎呀 它的腿怎么受伤了 一定是被网绳给割伤的 那怎么办啊 它会很痛的 啊 没关系 你们去把我的药箱拿来 我给它付点药包扎一下 就没事了 嗯 再见了 大鸟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 几天后 这对兄妹去丛林里采蘑菇 到了中午 它们俩有些累了 便在一棵大树下 打起了盹 有食物了 小心 危险 走开 哥哥 好大的一条蛇 我好害怕 妹妹 不要怕 妹妹 你看 这不是我们放生的那只双脚犀鸟吗 好痛 好痛啊 大蟒蛇 被大鸟灼伤 快速地跑掉了 大鸟 谢谢你 是你救了我们 谢谢你 这只熊 这只熊双脚犀鸟 在救下了这对兄妹后 就朝着森林深处飞去 从那以后 从那以后 这对兄妹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了 哥哥 你说那只双脚犀鸟 现在过得好吗 我想她一定会过得非常幸福的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可